央视重播大胜俄罗斯经典比赛为中国女排预热,黄子忠解说也很专业。 央视为女排联赛总决赛直播造声是,重播大胜俄罗斯经典比赛,又能听黄子忠专业的解说了。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转播过程中,6月25日晚间20时,央视CCTV5频道难得重播了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国家联赛分战赛江门战战胜俄罗斯女排的经典比赛, 让球迷在我爱世界杯相对柔无常而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等待中,多了一份选择。 据悉,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转播女排国家联赛南京总决赛,这无疑是排球迷听到之后非常欣赏的消息。 毕竟,一个体育频道全天都在播世界杯,而世界杯的比赛一天才有三个小时,过长的周边相关节目,难免会让人感到无比的乏味。 多了一个体育项目的转播,也会让球迷多一种选择,毕竟不是所有体育迷都是足球迷,也不是所有体育迷都跟风世界杯蹭热度。 另外,女排国家联赛南京总决赛的主持人还是黄子忠,嘉宾也还是李颖指导。 从分战赛的表现来看,这两位主持嘉宾配合得非常默契,李颖能够对具体的技术环节进行深入矫解,黄子忠也能够从中国女排整体策略的角度,评价队员们的整体发挥。 把练兵,锻炼新人这样的关键点反复告知观众,让观众不必为女排姑娘们暂时的几场失利而过于担心。 6月27日,在央视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平台进行图文直播,如果球迷朋友们上班或是家业班,没有条件收看电视,那么也可以用手机通过其他平台,收看图文直播,又知道比赛进程,又节约手机流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